那麼現在政治的焦點呢 就在二月份立法院全新的會期 除了要選出立法院的龍頭 也就是立法院長之前 在月底之前各個黨團現在要決定 到底誰是三個黨團的幹部 不過現在在引發的國民黨 會不會有所謂的新茶壺風暴 現在看到最先是資深立委賴智寶 說要選國民黨的總召 也就是大黨編 原本才傳出要選立法院長的傅昆琦 被摸摸頭力挺韓國瑜之後 現在又要宣布參選就在昨天 他說家人諒解立院同仁勸勁 他決定要推動國會改革 現在除了這個部分呢 跟民眾黨柯文哲是不是在拉攏之外 其實呢這個朱立倫 作為黨主席是力挺他的 但今天呢戰鬥欄在立法院要來上課 這個趙少康呢是力挺賴士寶 現在大家就說這會不會變成 朱立倫跟趙少康之爭 因此呢今天呢我們來看看呢 立法院今天呢最新的話題 也就在呢傅昆琦 他有最新的發言 馬上連線到立法院 兩方向是包括這個評鑑的黑箱過程 以及就是台電調略證 光電合約資料對象是信用恐怖 那您會怎麼來處理想像關西案 那委員還有昨天NCC的人進電視的案子 就做技術警告而已 他們做那個政論節目 然後三立的部分他已經有去開發到三立 就是有把總價這部分 然後委員你現在大概已經掌握了幾票了 對 你們對手不是賴士寶 還會出現這個戰鬥環境的場所 你認為說你不是沒有測試嗎 好 現在十點鐘在立法院的大院門口啊 傅昆琦呢 因為昨天晚間所拋出的 他要來繳住國民黨的總召 大家就認為會造成分裂嗎 來替他的最新回應 這個總召集人 時間雖然只有一年 但是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過去八年民進黨所有的弊端 能不能在今年全部攤在陽光下 包括高端包括疫苗包括口罩包括快篩 包括潛艦所有的這些重大的弊端 是不是能夠在今年全部把它攤在陽光下 把該移送法辦的人全數法辦 我想身為一個在野黨 必須要讓真相給人民知道 尤其國會的改革已經30年 但是從來沒有成功 因為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 只要國會過半 他絕對不會推動改革 所以國會議員往往就是成為執政者的 橡皮圖章 亦或是這些親近的立委 可能做了一屆兩屆 都還在摸索當中 我想今天國會的改革 在93年大法官585號解釋 你講得非常清楚 國會本來就有調查權 但是要法律民定之 但是到今天為止 包括在2015年 蔡英文總統也宣布了國會改革法案 但是等到執政以後 八年又沉入大海 我想今天國會改革已經不是口號 30多年就要在今年來完成 傅崑奇這一次是選擇責任跟承擔 不只要讓陽光照進國會 讓國會所有的一切全部的透明 包括所有經費的支用 以及人事統一權必須要記名 還有總統必須到國會 來諮詢國情報告等等 最重要的國會的調查權 聽證權 不得藐視國會權 到國會作證 證言不得說謊權 讓每一位立委 即便是新科立委 都是一座大山 也可以做所有人民的靠山 我想今天唯有國會 能夠徹底的改革 才能夠讓所有的部會 無所遁形 讓民進黨找不到人 來當部會首長 因為在立法院 來看一看十點鐘 傅崑吉為了要參選 是國民黨的大黨編總召 今天說要喊出的是國會改革 不過另一方面 原本是一個人要參選的賴士寶 面臨的挑戰 來聽聽看他又如何回應 所以說他在thinking 那你看他怎麼看 他今天已經thinking好 就決定今天晚上就宣布了 那我們就軍事之政 我們就希望能夠充分的發揮 這大家朗朗上口的 所謂的黨團自主 那我們希望黨中央不要介入 也希望寒江政府院長不要介入 這場的黨團自主的選舉 我想這個我們常常講說 黨團自主 黨團自主 我們尊重黨團每一個成員的意志 到底要偷我還是偷我 這個副委我們的尊重 這個我沒想這麼多啊